大家好 我们这个视频呢就是 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怎么穿我们的底线 我们的缝纫机就是我们 缝纫的时候是分那个 是分顶线和底线的嘛 这个顶线 一般都是这样直接买来的 然后你就直接放上去直接就用就好了 没有人去穿这个 去缠这个顶线的会 但是这个底线呢大家看一下 底线有时候 会有卖这样子的一盒 然后但这种只是为了提供 你不同的花色 然后就是说底线都是要自己穿的 没有人说是你用完了这个底线 就把这个底线扔掉了 这个底线这个缩 然后一般是不锈钢 或者是塑料做的即使是塑料做的 也没有人说是用完了就扔掉的 都要自己缠的 所以我来给大家说一下怎么穿这个底线 把这个打开 用手抠一下这个小扳手 把它拉出来 直到把所有的线都拉出来 因为我这个还有一点 其实所以我现在也可以开始缠 如果你不用说等用到完全没有了 如果你已经知道我已经剩的不多了 其实也就可以缠了 可以在这个线的基础上继续缠 那我怎么把它拿出来呢 不用抠 你只要 你只要往下一卡 它就自己就出来了 出来以后把我这个缩皮放在旁边 这个缩心拿在手里 你要把这多余的 因为我这个还有线 我要把它再顺着它原来线有的方向 把它再缠回去 插回去以后呢 我就要来拿我的这个 这个线准备往这上面缠 我不是用手缠的 机器上 你的每个人的缝纸机上 都有这样的一个位置 这个是用来给你缠 缠底线用的 那你要缠的时候呢 一般我们底线当然要拿出来 那这个顶线一般都是要拿出拿下来的 但是如果你有时候不想把它全部重新都穿 你也可以这样 把这个真的这个线拉出来 把上面这个顶线呢拿下来放在旁边 然后这样子也可以 然后现在我就把我这个顶线 然后这个线朝上放下去 把它拉拉拉拉拉到这边来 现在呢我不需要说把它系上去 那我只需要把这个 然后基本上这样子放平 然后我这个线的方向呢 要跟这个一样 那现在我这个线是这样走的嘛 所以我现在要 用我的大手指头按着我刚才那个线头 原来的线头就在里面 然后我就这样缠 缠到什么用手缠 用手缠到什么程度呢 用手缠缠到我刚才的这个线 不会掉下来为止 现在呢我就拿着它 大家来给我的镜头看一下 你的缝纳机上会有这样的一个标志 这个呢是说就是你的线 这个缩心和这个线应该怎么放 所以这个线呢又要在上面 这个缩心的上面 这个转的方向不用管 这是它自动 它就是这个你控制不了的 所以你放的时候呢 这个顶线一定 这个线不顶线 这个线一定是要在缩心的上面 然后就把它放在这里 往下一按 卡住了 卡住了 然后用你的手指头把它往前一推 推到了这个地方 把它推回来 只是给大家看一下是这样子 然后把这个线给转平 然后我现在呢需要做的是 这个线就放好了 现在要做的是打开开关 然后呢我的脚要放在脚踏板上 每个缝线机有一个脚踏板 其实你如果不做任何的事情 你的手其实本来不用做任何的事情 只要脚踏板踩下去 它就会自己缠线 哎你有没有看到 它有时候自己缠的时候 它会缠不好 它会缠到下面 所以呢其实你的手可以帮助它一下 你的手放在这里 你的手这样拉着这个线 拉着这个线 然后这个线缠的时候呢 它是从上往下走 然后再从下往上走 这样子缠 让这样你的手就会跟着它 帮助它 让它就是说 不要出去它这个上下的这个边边 让它一直可以在这个里面 那这就是一个机器的一个毛病 我想好多机器 好多人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就用我的脚踏板踩下去 手帮助它 对 让它就是 帮助它 辅助它 让它留在这样的继续留在这个草草里 不要出去 大部分时候它是不会出去的 但是很偶然的情况它会出去 所以你的手就是 辅助一下 这样一直缠 哦缠到这样的话 可能你的机器马上就会 告诉你 其实我们缠到这个样子 就可以把它给 推回来了 就是说有的机器会停下来 有的机器不会 其实长到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你就把它给剪断 这个顶线拿下来 把原来你的顶线再放回去 然后一会我们再来穿这个针 我们先把这个底线放好 然后把这个底线朝上 用你的手这样拿着顶线 把它放进去 不是顶线就是上面这个线 把它放进去 然后从这个槽里 这个线从这个槽进来 然后往上拉 再从这个槽里出来 对 这样子把线留在上面 用手拉着这个小扳手 把它放进去 直到它不动为止 把它关上 然后这样子呢 我们再把这个顶线 再把它给 穿回去 从前往后穿 然后把它拉出来 拉出来以后呢 我们上个视频教过 但是我们在这里再回顾一下 我现在要转动 左手拉着这个线 右手 转动这个扶手 这个转的这个钮 往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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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看着线 直到你看 你的线拉上来了一根 把底线拉上来了 顶线把底线拉上来了 然后你就把两根同时拉到前面 用手指头按一下 把它同时按下去 从中间放到后面去 然后这样子 你就可以把这个也装回去 把你的布放下去 可以开始否认了 这就是 我们这个视频就是讲的 怎么缠你的底线 好 再见